中国北京香山论坛登场 根据官方资料 今年有九十多国 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 约五百多名代表 两百多位中外专家学者与会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在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 多次强调和平 呼吁本届论坛 共逐和平共享未来的主旨 主权和安全利益 神圣而不可侵犯 权和促谈 政治解决 是唯一的出路 早一天坐下来 谈起来 和平就将早一天到来 董军指出 俄乌战争和尾巴冲突 需以协商对话解决 但并未直接提及台湾议题 与前几届相较 发言和欢许多 今年适逢美国总统大选 中美关系成为论坛焦点 与会学者认为 如果川普获胜 中美关系会受到重大冲击 在台湾问题上 以前觉得 他作为一个商人 他会比较务实 但是在他执政后期 他也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 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那么这个美国对华政策 可能会具现一个重大的变化 结果对中美关系会产生 剧烈的争取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施灿德 则在分组会议中指出 目前美中双边关系有些漏洞 因为缺乏信任 让交流流于形势 主张双边应建立新的国防关系架构 中央社记者吕佳荣北京报导